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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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这个松膜很有讲究 东北人也管它叫红膜 在这个松树林 特别春天的时候 下一场小雨以后都能采到这种松膜 来 多少油 我看看 好了 可以 油温达到五六成就差不多了 这个鸡腌制好了15分钟就可以了 好 还要烧 厨筛 切 扒了扒了 扒了 翻炒一下 哎 这香味已经出来了 基本上 这个盐腿 脆得差不多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用老臭 打打肆 然后别忘了一定要加一些糖 再加点盐 因为一会儿我们是稍微有点带点汤 所以稍微多加一点 东北人口也比较重 所以这道菜中小说可以给举动队 汤的消耗比较大 在上场之前吃个小鸡炖蘑菇 辣杠杠 老香了 老香了 然后这个时候要放一些水 有水 我们有水 多少呢 放 再放 再放 好 好嘞 然后我们把蘑菇下去 下蘑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泡蘑菇的水也得放 不能 我妈说了 蘑菇放锅的时候吧 你用蜡笔小心的这个声音跟我说 蘑菇放锅的时候吧 一定要钻一下 要钻一下 把水钻出去 然后放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它能吸入的都是鸡汤 所以吃起蘑菇来 它特别的鲜 我们要钻这个二十分钟 是吧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东西没放 还有一个调料包 安娘说了 要放调料包 对 给它压着你看 对 放中间这样的时候 它不糊糊 放中间 所以这个小鸡炖蘑菇 看似简单 其实还是要做到位 大伙见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 我们是这个 无火烧开 门火包 慢慢的包 慢慢的炖 出锅之前呢 把这些小辣椒放 放上去 对 走 芥芥味就得 出锅 从色色 到味道 你这样啊 我们难喂它一下 因为我听它这个声音啊 如果不给卡通片配音 真是有点亏了 你用这个 为卡通片配音的这个声调 来夸夸自己的菜 我的小鸡炖蘑菇啊 是非常有营养的 这个蘑菇呢 特别的鲜 因为是野生的 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鸡肉呢 也是特别的鲜嫩 汤呢 也是特别的好喝 特别的有营养 不管怎么说 总而言之 一言总之 这是一位 来自辽宁沈阳的美女宋翘 送出的奥运健康 鸡肉加入料酒 盐 味精酱油和葱姜 腌制15分钟后 用少量油煎至变色 调味后烹入水 再加入发好的松膜 烧开后放入香叶 花椒大料制成的料包 炖20分钟 地道的东北菜 小鸡炖蘑菇 就可以出锅了 明天来自沈阳的西海丹 将封上一道 鼠腹时融于一盘之中的 五股风灯 迎奥运 精彩尽在明天的 我为奥运献美食